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年的粉鸡没有辜负我 这个花先欣赏10秒钟吧 我都不忍心说话了 粉鸡是夏洛特夫人的雅辩 非常好的继承了夏洛特夫人的一身优点 花量大 可以多季节重复开花 在我们这边夏天依然能开 可疼可惯 长势强壮 抗衣性也不错 有淡淡的香味 它的单朵花很不错 将近10厘米左右 但是它的花量我们来看看 顶上这一层全是花 下面侧面都是花 花苞 花朵 密密麻麻 这一棵我们应该是只种了两年 去年春天 确切来说是前年冬天种的 去年春天开花 今年春天直接爆了 你看到长这么大 开这么多 看着就让人开心心情愉悦 粉鸡的粉色是那种很明亮的粉 它的花瓣底部还保留了一丝丝 夏洛特夫人的这种金黄色 或者是这种浅橙色 很热烈 很张扬的这种配色 表里颜色不一样 粉鸡的可塑性是非常大 枝条可以长到三米 把它做成花柱拱门都没有问题 那么花墙 这样一面花墙也是轻松胜任 当然了 你给它卡痕解 把它当成灌木养 没问题 你敢留高一点 长成一大灌木虫 没有问题 它可以修的 圆滚滚的也可以修 很大的很自然的形成一大虫 这就是夏洛特夫人的特点 粉鸡完全继承了 它这一个特点 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细若枝依然能够开出来标准的花 如果是比较粗壮的枝条 我们来看一下 四五朵花是很常见的 它的下花表现也还不错 虽然不像春天花那么大 花盆那么多 但是夏季陆陆续续 依然有花看 颜值也还说得过去 今年春天这个粉鸡 确实经验到我了 包括我们整个公司的小伙伴 每天早上一个个的拿手机 咔咔咔过来拍 这个综合性能非常强 明媚热烈的粉鸡 我觉得是值得 中介我们的花园里的 我是天狼 我们下回再来 说一句